第九頁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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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再看這個第九頁 一切大盛神通已達 過去的人讚嘆究竟無學力跟身文 所以未高以來 禁邪 禁邪就是越來越接近這個無學位的 所以你們如果看到無學兩個字 無學就是守學圓滿 不需要再寫了 這叫無學 不是說什麼都不要做了 聽得懂嗎 也就是寫什麼就是斷見或施貨 已經都斷圓滿了 所以都不需要再做那個斷見施貨 所以叫無學位的意思 然後聖的成就名大的意思 因為大聖 然後會贈禮名聖 為什麼呢?會贈禮就是要見法的人 見法的人 那見法到底是什麼? 好多人都在猜 這個禪宗所謂明信見信到底要見什麼 我們如果 因為禪宗後來在傳播的時候 沒有像佛陀那個連帶講的比較清楚 沒有 因為佛陀那個連帶講所謂見法 譬如說五印皆空 我從五印皆空裡面聽清文法以後 我知道嘛 你的色印 你的受印 你的想形式 這個五個印裡面 那我已經知道說 我的色印跟諸位 你們的色印是平等無二的 哪一個地方叫平等無二呢? 因為它會沉住壞空 是不是平等? 我們會生老病死 是不是叫平等? 所以既然我會生老病死 跟所有一切眾生都一樣 我為什麼要在一切眾生的生老病死的當中 我對它起有見 因為有見出來一定有 瞬境跟逆境的指種 反而逆境跟瞬境一定侵涉到有 著有嘛 那無見因為我們凡乎 我們已經講百分之九十九是著有 不可能著舞 我們說著舞的哲學家 會著舞 你如果看印度以前那個哲學家 泰戈爾的那個典籍 他那本很難看 但是很多都是著舞 但是他著舞 還有辦法把它寫成一個文章出來 你看厲害不厲害 但我們看不懂 很多的蘇格拉底 你看蘇格拉底他在靈命終止的時候 他學生問他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比較講白話一點說 你有沒有見法? 他說我沒有 我說我還沒有見法 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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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找這個人生生命實相的真實意 你們看到了沒有? 沒有 不過這樣算很誠實 不會說為政得政 不會講這種話 所以還算很誠實的人 所以很多哲學家 他的說話的當中 他會遭偏空 偏空 不過當然我們要有很內涵的人 才聽到他們那個對話裡面的內涵 你的內涵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修道我剛才講 什麼叫做欠法護道 就是因為我知道 適應的體性一定會沉住外公 生腦病死 那不值得我這個修行人 這個覺悟的人去碰他為著友 因為我感覺我也曾經 我們大家也都歷練著友過 可是我著友過得來的結果是什麼? 執著煩惱 越來越多 我感覺這樣子 我每天過這樣的生活沒有意義 所以我就會檢討方向 也就是我漸漸會把 我對適應的著友 感覺沒有意義 我都漸漸放下放下放下 一直淡泡淡泡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我放下的原因是因為我的道理懂 什麼道理就剛才所講 因為我的適應跟諸位大家的適應 不管我們是所有一切的動物 他本身的適應 他不能離開生腦病死 聽得懂這一次 那既然大家都會生腦病死 我何必在意 持走我的生命的生腦病死 我想要讓他起常見幹嘛 我就不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因為他終究會離開 那我要讓我的內心一直很清淨光明的 坦率面對的這個生腦病死 所以當我了解這個時候 我不會再去做那些所謂有見常見的事情 聽得懂嗎 我講一個我的典故 哎呀有時候住在道場 真的很難為 但是不作用 人家跟我們建議不作用 不會得罪人家 因為你當執事 人家跟你的好心建議 我們也不能說他壞心 他也是善良的心 因為有一個老和尚生病了 他就會來跟我建議 某某事物 我們可不可以拜個梁黃燦 來跟他延長壽命 我內心就在想說 他年紀那麼大 因為那個跟我講 那個人已經八十幾歲的老和尚 他跟我講 我到底要不要答應 但是我自己心裡有數 因為那是常見的思想 你拜不拜根本對那個老和尚 那個生病的人 我不能說說有幫助跟沒幫助 不然我就找一邊 但是我知道說 想說我們出家學活 了解這個法義 怎麼大家還沒有辦法 越過那個所謂有見的思想 可能會想這件事情 當然在我的心裡已經知道答案了 但是我還是一樣跟寺廟的大洞講 我們還是來拜吧 聽得懂嗎 還是有一個寫火的老信徒 也是一樣啊 女仲啊 他已經寫火了六七十年了 他法義 如果這樣剛開始來講 那法義還比我更通膽 可是他遇到了那個境界以後 他還是有見的 他說我們公進了某一個老和尚 我們跟他拜個梁房 幫他用個牌位 其實我心裡都想 用牌位也會死啊 不是用牌位不會死 我說你要用這個幹嘛呢 聽得懂這個 這個就是說 沒有看到諸法平等 所以他會露一邊 聽得懂這件事啊 因為我現在說 如果你在家人跟我要求 我一定會答應 因為在家人找有邊 所以我要配合在家人找有邊的孝心 聽得懂啊 我想說有什麼出家人 唉唷 你這樣建議 我不知道怎麼辦來答應你 不答應你呢 又讓你生氣 又得罪了一個眾生 答應你 我知道呢 不知道有效沒效 我沒有辦法跟你回答 聽得懂 因為我跟你回答 我落入兩邊 我絕對落入其中的一邊 所以這種文化的風俗 好 我說這配合你的 我知道嘛 他一定會 不能因為你做某一個 他就可以讓他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 沉住壞風的問題 聽得懂這件事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掉 一樣的道理 所以來講 我們就配合你喜歡的那種善法 因為這個還算善法 他不是惡法 好吧 那我們就隨其功德來把它圓滿 當然在我們內行的深處知道說 我不能跟你回答 所以他有時候問我說 我們做了有沒有效 我都不知道 你看你要不要笑 你就是笑 此笑非彼笑 聽得懂 我說你不能問我 我問我都很難跟你回答 不知道了 因為大家標準不同啊 我怎麼回答你 聽得懂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破這個常見 其實真的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用功修行這一條路裡面 你如何呢 就是說 依照佛陀的教理 然後漸漸把它當佛 那你才會看到 諸法平等性 這個叫見法 見法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的眼前耳朵耳朵 它畢竟會沉住壞空 然後我對這個沉住壞空的現象 不再找有邊無邊 那這個叫做見法的人 然後以後呢 靠境界來考試 這個叫做定律 聽得懂嗎 譬如說我現在講你懂嘛 好現在境界來考考你 境界不是故意考你 是另外有一個引起的事情發生了 聽得懂這一句話 發生了 不是你故意找境界來考你 也不是說境界故意要來考你 不是 是無形中有一個引起的因緣道 然後來審核你自己看看 你有沒有在找有邊的數量 在找多少 找無邊的那個分數 現在還找多少 自己平凡 所以才說 自解自知自作證 聽得懂 是這樣的解釋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找有邊沒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現在先找善法的有邊 最好我們不要找惡法 三惡道的事情 三毒五蓋會侵害到人家 我們盡量都不要做 因為你做了 我們十三月道的基礎都沒有 你怎麼建法悟道 因為你建法悟道了 他基本的十三月道還是要有 你如果十三月道都把它否定一下 說這個人會建法 那只有那個某才會相信 聽得懂 二鬼道的人才會相信 那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十三月 十三月最基本的 雖然十三月是早有 但是你沒有早有十三月道的善法來支撐你的 有福慧二支了 你要建法是很困難的 他沒辦法 但是我們今天學會 我們不能只走十三月道 我們都知道它是我建法的階梯 的樓梯 但我不能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假如說你們今天想要建法 然後看到法的平等以後 然後日常生活都要用它 也就是說我現在 比如說我了解五運皆空有道理的 我現在要去落實 白天夜夜 我跟任何人人士低誤的相處 因為我跟任何人相處都會遇到五運 他們看到我也看到我的五運 聽得懂 我看他們五運的當中 我的心態能不能一直保持平靜 接空 接空就是一樣的答案 沒有那個所謂上下高低的 那個跳躍的那種訓練出來 都是一種很平靜平靜 你都是看到 因為這個叫做 以後你們就會懂得這個叫 如是兩個字 這個也叫做 十項兩個字的答案 十項兩個字 但是這個都要講了以後 最後你要自己 我們主師講了 要力靜練心 力靜就是六成的靜靜 它不會因為你是建法的人 六成靜靜就不出現了 六成色身香味觸法 照樣都出現 但是我們建法的人 他看到六成的時候 他只看到那 因果延期的起露而已 他對於因果的起露裡面 他沒有再跟他點分數 點答案 他沒有 他是看到他必然會 伸出一昧 沉住壞空 是這樣 所以即使我們講白一點用功修行 就是要越過三大過程的執走 就是精神現象的生住壞昧 生命現象的生老病死 聽得懂嗎 然後呢 物質現象的沉住壞空 聽得懂 你這個就是三大過程 我們以現在白話文來講 你今天要想要建法 這三大過程都要越過去 越過去不是逃避 是認識的這三大過程 大家的共同的法性 是相同的答案 生老病死大家相同 沉住壞空大家相同 生住壞昧大家相同 所以我們沒有資格去取笑 任何一個眾生 聽得懂 你沒有資格 因為你取笑了 你怎麼說 你修了那麼久 還煩惱那麼多 這時候你執著著沉住 生住壞昧的常見 聽得懂 你就對對方起得交慢性 所以你要了解 建法的人他不會再起這個 因為他知道答案了 只是我早一點知道你 以後是晚一點知道 但我不能對 早一點知道的人 不能對晚一點知道的人 起交慢性 你怎麼越交越不會 你這種話都不能說 因為你們如果想要建法誤導 這種欺慢眾生的語言話 都不能說 所以我最很欽佩的佛陀教化的周立盤頭起 我常常問大眾 你們比周立盤頭起更聰明的舉手 我想要問顛倒了 我應該問說 你們比周立盤頭起更笨的人舉手 當然你舉手 有人舉手 你真的很笨嗎 笨嗎 笨齁 那你比周立盤頭起 記憶力更差的舉手 都沒有人舉手了 我有時候在想 這個佛陀怎麼有辦法 教化這個周立盤頭起 記憶力一講馬上忘掉了 你們一講馬上執著 怎麼會忘掉 我一講你馬上執著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不禮貌 你是不是記著我的剛才話 怎麼會說你的記憶力不好 你很好啊 聽得懂嗎 這個周立盤頭起 你跟他罵他還是一樣啊 你讚嘆他還是一樣嗎 他還是一樣 他臉色也沒改變 我們會改變 我們會改變 因為我知道你講話侮辱我 所以我臉色會改變 你講話讚嘆我 我臉色會改變 你看他不是在笑 他不是在笑 你們都在笑 你們都在笑 你看我們馬上給我 可是周立盤頭起 還是一樣 我們還講話說 好像有定力的樣子 可是周立盤頭起 在嫩眼睛裡面 你知道他是修什麼成就呢 修阿納波納成就 在嫩眼睛裡面的介紹 因為他好像修鼻根 因為嫩眼睛裡 二四位成就者都用十八戒 而且再加七大這二四個法門 其中一個方法來成就他 所以佛陀用這個祭送 慢慢讓他熏許熏喜 到某一個階段以後 然後點醒了這個周立盤頭起 周立盤頭起 周立盤頭 或是記憶力那麼不好 都可以成就 我們如果心純正的 五二五五的心 其實大家都可以成就 但是我們後來為什麼成就 我後來發現 我們後來講成就兩個字 我們被抽象化 聽得懂 因為我那時候初學也是一樣 因為我那時候在家的時候 都很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 看久了以後我們就手指上 如果以後我所說的這個和尚 你知道我為什麼以前要出家 又當和尚 因為看到那個少林式的武功 就這麼厲害 原來這個就是最大的成就 那時候都是小孩子 國小的時候 就都想這個 以後我如果出家以後 然後你的掌風一來 一幫我打 我就跟著你的掌風一揮到天空去 所以你都當我不到 你看 然後這個就是無相神功大法 都好 那時候都在 有這種抽象概念的那個成就 早期 我們還沒有了解佛法之前 都是這種概念 所以那時候也是努力用功 也是要往這一條路的成就去走 只是找有效 一直講 就是以後 如果你一打我 你看我隨著你的這個 琴頭一打 我就會到那邊去 都當我到 你看 早期就是這種概念 久了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佛陀在世的成就 不是這樣的說法了 才知道說原來佛陀的成就 是在培養我們一個修行者的精神靈異 無我無二的十項境界提升 那個才叫成就 不是講我們的功夫有多大叫成就 聽得懂 不是講這個 也不是在講說你記憶力比別人好叫成就 都不是講這個 因為佛陀說那個成就會有肉 聽得懂 最少會提交慢心 聽得懂 你像我們四十弟來講 你前班每次都考前三名 你說前三名的會不會傲慢 像我們都有遇到我們的同學 每次都前三名 你跟他在一起 他不理你 因為我們都考最後一名 可是他都沒有感恩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是最後一名 你才有第一名 你跟他第一名的人都不會感恩我們 真的是 所以是我們犧牲奉獻 然後讓你講這個 你為什麼沒有這麼想 沒有感恩的心 然後很傲慢心 我們跟他打招 你不理你了 所以這位你看我們 今天學習佛法以後 我才知道 原來佛陀講成就不是指世間法 這個前十名前二十名前三名的那種 那種說法 所以你看我要經過超十多年以後才知道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佛陀的所謂成就以世俗力來講 是品性品德高尚的成就 是講這個才叫成就 不是講 所以你看那些前三名的人 前五名的人 他們那個交慢心的那個 那個 愛理不理你 然後當你問他的時候 講了一遍也不會 以後不要來問我了 累的累死 浪費我的時間 我還被罵 還要被修理一頓 我看你們會笑的人大概都被修理 跟我一樣都被修理的 我 都被修理過了 後來才知道 原來佛法所講的成就是 沒有三獨五蓋 越來越沒有越來越減輕 那個才叫做成就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出口斷三節的含義 不然以後 以前 像我們以前比修師兄弟 包括我們同山道理 有一個同山道理 我問他 你要修到哪時候才要出口斷 他說 要修到出國 那我問他 那時候我 還不懂完全的教育 我問他 出國要怎麼樣才像出國的人 他說最少也要離地四寸回起來 我說要離地四寸回起來 他在離地四寸出國 要離地四寸走路 走出 我 我說 這個叫出國 以前我們都是學習外公 外表 不過原來出國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街地其實是這樣寫 說出國的人走路離地四寸 我就 到出國要離地四寸 我就問他 可是釋迦摩尼佛 為什麼走路的時候 他都還有腳印 奇怪 他一到我這個浮屍賴小 我就問他 為什麼釋迦摩尼佛沒有得到出國 你說出國要離 走路要離地四寸 你在地是不是沒有腳印了 可是我們到那個印度朝聖 怎麼還說 那個佛陀還要有腳印啊 那釋迦摩尼佛沒有出國 你看我很調皮 你講著我們就另外一個來跟你對話 後來才知道原來出國不是他們這樣說 沒錯 以神通通力他們可以離地四寸 他們不能這樣表演 他們像佛陀內盤以後 因為點火的人要等迦摩尊者 迦摩尊者知道佛陀內盤 然後要回去還要一個禮拜 加著尊者心裡就在想 我是不是要用這個神通力趕回去 他說如果用神通力趕回去 釋迦摩尼又禁止 不能啊 好吧 就走路吧 以前印度沒有車子 就好好走路 他走了七日七月才回到佛陀的內盤的地方 才舉行火化典禮 火化的意思 這是他用走路的 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有同力 但是他們不破壞這個世間法的延期法 不破壞 所以他還是走路 這樣子 然後大家來盪動阿蘭尊者 大家等加著尊者來舉行這個突逼的典禮 這樣子的 所以之後以後你們慢慢瞭解 我們今天所謂佛法的成就 一定要在六天到六成裡面 我們既然都已經接受了諸法平等的那個 真理的概念以後 我們就開始訓練 你六天到六成 你的有見的裡面的分數還有多少 聽得懂 用這樣的節觀與自己 這個叫做自解自作症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 早晚的歸叫自歸一 自歸一火、自歸一法、自歸一生 我們沒有說他歸一火、他歸一法、他歸一生 我們都講自 就是你要用自己的那個節知 來看到那個佛法生三寶的真實力 是這樣子的道理 好 這個懂了以後 我們就不會說再去找這個 這個所謂神通是看那個外表的外公 所以他這裡的解釋 你看 慧正理啊 明勝 也就是說明心見性的 叫做正理 正理 那你都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做的話 有一天你自然看到那個任何一個境界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早有的那個分數的比例就越來越降低 我們就不會再看你的臉 臉啊 或者眼球啊 或者臉啊 有不一樣的 你還是很這樣的平平淡淡的 平平淡淡 然後呢 來處理任何一件染 六跟一到六成的事 所以這個叫聖 這叫聖 然後所為神意啊 明神 當然我們在佛陀那個年代是不能顯神意的現象 都不行 都要跟一般啊 你的 跟凡乎眾生的那個 遠景是相同的 無庸也通 當然都講神通力 因為他能夠通塔 他可能可以穿壁啊 都可以啊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講 身穩同 得同啊 果佛啊 靈啊 一切大勝 我們已經剛才講 如果身穩他能夠得到的 一直用功修修到羅漢的果位 他們所斷的煩惱跟佛陀是一樣的等號 都相同 斷煩惱都等號 所以才叫身穩得同果果 成就佛陀果位了 所以我們也把這些的大德稱為一切大勝 事前啊 基啊 遊戲神通啊 至教化定 所以明神通已達 也就是說這個 這裡的神通當然是講說 講經說法的能耐 他 你一講 我有辦法摘平 讓你了解佛法的義理 然後 讓你能夠得到露淨通 因為我們佛法所要的是露淨通 不是前五通 因為前五通 我剛剛講要靠定律培養 但假如有一天你的定律達到出產 二廠 的時候你自然啊 那些通力他自然自己會恢復 你都不用修的 不用像印度的那個外公 他必須要修 你看提伯達多啊 為了要創佛位嘛 然後他本來要去跟佛陀 你先教我五通 佛陀知道這個提伯達多的心態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是堂兄弟嘛 不知道自己同樣他心態不好 這個提伯達多就去找阿蘭 阿蘭就是不知道 沒有 年輕啊 不知道他的這個堂兄 他這個哥哥 他的心態不是 然後就叫他神通 叫他 這五通都是小小的神通而已 但他用小小的神通 就是去騙這個阿瑟斯王 騙阿瑟斯王 就騙他 本來就是要利用阿瑟斯王 把佛趕下來 這個救佛退位新佛上位 就是提伯達多要叫釋迦牟退位 他當新的佛 就是這樣子的 也慫恿的阿瑟斯把他的父親關起來 這個老佛王退位 你新王子要起來 阿瑟斯早期不知道 都被提伯達多慫恿 後來才知道 才知道被提伯達多給騙了 所以這位你要知道說 我們佛法所講的這個神通的時候 盡量都會偏到那個漏鏡通 因為我們所要的是 煩惱都要斷掉 那前五通 你以後有了這個定律 他自己會恢復 你不用特意寫 不用特意寫的 他自己會恢復的 以後你有禪定了定律的時候 二禪以上 你就有小小的很多五通 很多事情都會知道 但是你不會大嘴巴四處宣揚 然後找記者媒體來開會 明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趕快來 這個漏鏡通的修行人 不會再搞這些事情 如果會再搞這些事情 我曾經看到有一個這個 喜馬拉雅山表演那個 穿這個喜馬拉雅山的一個頭 結果穿到一半穿不過去 這表演 比方說他有同力 可以穿過喜馬拉雅山 結果要穿過去 頭出來 身體沒辦法出來 被夾在裡面 所以這個都是 不是正念正知的這個佛法 突破我們的三獨五代了 脫脫見師後的這個法門 所應當要修的 好 尊者遼本記 有得可尊名為尊者 也就是說尊者遼本 遼本記就是佛陀 在無比丘說的最低一個 喬成爐 你看我們楞元君 佛陀把前面的經歷 七路真心講完了 十方顯見性講完了 五月十二路十八戒 這個也講完了 然後後來就問這些 在場的二十五成就者 你們的經驗坦坤像 給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這個喬成爐 就講他的經驗 講張德森 所以 遼本記就是他講他 佛陀當初在錄影院 跟他講的話 然後他一聽 就肉有手霧了 就不會再想很多了 所以 遼本記就是喬成爐 他馬上一聽 佛陀一講 他就領悟到了 這個叫會觀成就 會觀成就 那我說我們現在的人的邪佛 其實都可以會觀成就 像你們都知識分子 會觀成就很快 但是就缺乏定力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 在有空的時間 從這個外防衛進入內防衛 然後慢慢用功修行 要現在補不足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建議諸位你們 動態的功課已經要少修了 有空了都修靜態的定力 那你修定力一天不要太多的時間 分段落 因為我們定力最怕的是精神不好 然後坐在那邊睡著的定 一睡 師傅問說 你今天坐了幾個小時啊 我家姐來八個小時 再來問第二季 八個小時你要幹嘛 睡覺 聽得懂 你不能這樣子 因為養成打坐睡覺 習近一養成以後趕不過來 以後趕不過來 所以我都奉勸這些的人 要少量多次 我一次二十分給他專注 我後來休息 再有時間我再做二十分鐘 我們現在都要這樣培養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要少量多次 在精神最好的狀況 不分整不調整 那我來解釋 來解釋 我的念頭裡面 還有沒有找有邊跟無邊 有沒有煩惱 因為有煩惱一定是找有邊 但是如果你們剛開始打坐 你一定會跟我講 喔師傅現在妄念很多 沒錯 現在妄念很多 因為我是有經驗 我知道 你知道我是出家中 光要解除那個雜念 還沒有盤腿 這個妄念就更 common了 你不要說打開門說叫他們進來 已經進來了 喔那時候都很 對自己很生氣 喔 這個雜念了 不請就自來 累的累死了 光這樣都要經過很多年 所以有時候 我後來都會體諒那個修行者 為什麼到後來都爬不上去 因為我們有經驗 有經驗才知道說 哇我也不能看到 所以我的童彈道友師兄弟 他們看不起他們 因為我們也真的知道說 要解決你的雜念 真的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你又沒有方法把雜念拿掉 我們以前會用石頭鴨草的方法 就像以前我初學就是強迫煉火 強迫持續 把那個妄念趕走 結果不煉呢 我糟糕 比原來更多 比原來更多 多得實在 有時候殘奏都會退心 會退到 真的 因為受不了 因為我剛要說 還沒有要放鬆調呼吸 它已經冰冰棒 冰冰棒 累得要命 真的 你會很害怕 像波濤洶湧 像那個虎頭鴻 你們有沒有被虎頭鴻釘過 應該要實驗一下 因為我被釘過 因為我們有個道長開山的時候 有個筆秋 也沒有看到上面有虎頭鴻 因為上面都被那個樹葉給遮蓋 然後有一棵樹阻擋在馬路 它拿來就 就把它剪掉 結果一倒 哇 虎頭鴻都保住了 我剛好在裡面 聽到外面說 救命救命 我也去救他 結果我沒有救他 我反而要喊救命 因為虎頭鴻一直追我 一直追我 我就被釘了五六十個 差一點沒有死掉 來命盡裡面 差一點沒有死 五六十個呢 頭鴻 噢 釘得頭腦這樣才知道 虎頭鴻釘下去 如果真的會陰了 真的 東南西北搞不清楚了 因為他的毒素都進來我這裡 都進來我這裡 五六十隻呢 發瘋了 所以我經過了 不過我那時候還貪生怕死 我被急救的時候 在救護車想說 不能死拜託 不能死 再死 我以後看不到劍鴻 不能死 拜託拜託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那個死亡的恐懼 所以我今天不會怕說 你們如果有一天斷氣會怕 死亡會怕 將心比心 我會原諒你 你一定會害怕的 所以真的 你不要管是你是男重女 我們走過了 知道 要去急救 一直再禱告 不能死 不能死 我還有任何要做 然後為什麼 往臉上貼金 我還有任務要做 三保 別人死 沒關係 要記得 我不能死 要記得 拜託拜託 我那時候心裡默認觀世音菩薩 拜託拜託觀世音菩薩 我不能死 我還要活下去 才知道說 我們那個身見都中 你沒有體驗 你要看到別人死 這個人怎麼看不開 看不下 他不是很容易嗎 我問你來試驗看看 對普通夢聽了之後 你就知道了 才知道那個 那個 普通夢多心經 要訓練到 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都不容易了 真的都不容易了 有人在問我說 我們在旁邊跟你戀佛 你有沒聽到 我說哪有聽到 怕死都怕得要命還聽 聽什麼 把旁邊都把我送到舊物車去嘛 旁邊兩張底在戀佛號 我說你沒那麼早跟我送走幹嘛 我又不想送走幹嘛 所以我們自己有身見 我們有過來了 所以看到別人 我都不會再起慢心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都過不了這一關 我們哪有資格去取笑人家 沒有資格取笑人家的啦 所以我才知道說 你啊 先不要讓他放鬆放鬆 不要去啊 用什麼話去激勵他 因為他 那時候他在掙扎他的念頭 每一個人在他什麼 每一個人都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真的 你在旁邊聽 練佛號他實在沒有聽進去 假如我身見很重 我根本 因為我自己嘗試過 根本沒有聽進去 因為我在擔心自己的事情 說你的佛號是佛號 聽得懂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又年輕嘛 我們心裡又會責怪 我現在又不死 你那麼早就送我走幹嘛呢 你要練觀世音菩薩讓我多火一點嘛 或者練那個消災元壽藥師火嘛 我要元壽一點 你還要那麼早 因為我們的概念裡面說 消災元壽是讓我們常命嘛 元壽 阿那個歐彌陀佛就讓我們要去送死了 講白點不是往生是送死 聽得懂 我們的概念裡面啦 聽得懂嗎 所以所以你要講說 當你經歷了這個死亡的這個關頭當中的時候 你才會體會生命的可惠 那當我們生命我們把它救回來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要突破我們這個雜念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為什麼會了解說 用一句佛號或一個咒語 或者為什麼要把這個雜念拿掉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啊 我後來才找出原因 你是法義沒有會通好 我們都沒有把法義會通好 聽得懂 所以有時候我們雖然念這個佛號 到西方極樂世界 其實我們不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 是因為怕死去的 我們不是無我要去的 聽得懂嗎 我想說你這邊不能住的 你那邊還救我一命 好不好 練練舉身 練練舉身你救我吧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 直為我的那個心念 是這麼想法的 根本不是真的要去的 不是要去的 所以所以當我們體練 經過這樣的過程以後 你才知道說 這個念頭 當然我可以跟朱瑋多多講 我這樣子的歷練 把妄念自然而然沒有 經過三十年 經過三十年 我才體驗到 所以我才會想說 我不會欠邁一切眾生 因為我們是走過來的人 因為要叫一個初學者 馬上把雜念放掉 難 因為我們自己也很難 真的也很難 很難到說一盤腿 像那個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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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我後來跟人家結眼和我 我都要想辦法幫助對方 如果把這個雜念拿掉 這個雜念拿掉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放鬆 放鬆 然後要把那個言理講清楚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我們以前在初學的時候 老一輩的人 雖然他都鼓勵我們盡量用功用功 可是他裡面的言理能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 你就要用功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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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講而已 可是那個細節的 讓一個修心人 遇到的那個恐懼的那個雜念 他們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 而且他們沒有思維修 沒有想說 今天我鼓勵你好好用功 可是那個人 他沒有好好用功的 本質的上根的話 你跟他講的話 你就強迫他 那他就會產生無形的壓力 聽得懂嗎 他會產生無體的壓力 所以我有很多比丘 他們出家的心態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經過一段 十年十五年以後 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用功怎麼樣 所以我跟主委建議 這句話真的不能問 不能問 所以我跟你們講 也就是說告訴你們 你們不要問我 你們問我 我會真的不敢再來 我會倒下去了 你看起來這句話很平常化 你在關心我 可是聽的人 他那個無形的壓抑很大 聽得 你現在修得怎麼樣 不要問 拜託 你問我 我就 追觀真的要越過 真的很難 我們自己清楚 所以主委你要了解 這個修行跟修行同道之間的對話 你就是要計較了 你就要動動這個荒鞭子 你看 因為我們走過才知道 那個雜念像普通一轟跟你轟過來 你真的抵擋得住 沒有辦法抵擋得住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告訴修行人 當你累的時候 躺著睡覺一下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因為我最少 不要再出了一個神經病的修行人出來 因為這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 因為壓抑過度以後 他走不出來 他就開始胡思亂想 哇 真的要命 想到你真的都沒辦法想像 想像的 所以你要不要輕鬆的語言跟他對話 所以要把這個念頭完全去除掉 所以你們要有耐心 現在你不要追求要想要成就 我五年要成就 我十年要成就 這些都不能花印 都不能花 你那個壓抑很嚴重的 你如果走世間法 這計畫可以成就 世間法是有項 有外圍的成就可以看到 我好好讀書 我可以考到前三年 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到 只要我努力 可是我們佛門 你努力不一定你的執著會放掉 他又是這樣的法性 聽得懂嗎 然後 這是當然 我可以講的